大家好,我现在甘肃五威 我身后是五威的第八中学 刚才路过了第一中学 现在我们重点去寻找五威的博物馆去看一下 正在去博物馆的路上 在地图上看大概也就两公里左右 但是你在路上骑车感觉还是挺远的 应该快到了吧 五威的这个路修的还是很好的 像这个路我基本上都不用踩 车子自己往前走 特别平坦 到了前面那个公交站台就是市博物馆站 就在对面啊 我来看看大门口是不是在这边 看一下马踏飞燕的标志 正大门居然还不在这边 我要穿过去 这块地方有好几个馆 走到另外一边来了 那个对面是 好像是个放电影的地方 这边应该也有一个马踏飞燕的标志 这边是图书馆啊 规划展览馆啊 都在这边 看一下远处的那些楼房 哇不错呀 那个房虽然不怎么高 但是还是很精致的 终于找到正大门的门口了 五威市博物馆 我看他们就直接进去了 好 非常好 进来了 特别好 只需要刷个身份证就可以了 怎么样 只要离开了省会城市博物馆就简单多了吧 看看这个精美的瓷器 乾隆年间的 非常的精美 很小的啊 一点点大 这边这个比较大 清花瓷 这应该是 哦 嘉庆年间的 到了清朝 清 这个瓷器就做得很好了 这边也比较精致啊 中间有一口碗 这是什么年代的 元代的碗 保存的还是挺好的 这边有很多佛像 这个瓷是什么年代的 嗯 元代 到了明朝的时候 还有清朝的时候 它的瓷器才会达到最佳 这边看到的应该都是元件 这个金碗怎么样 1038年 这可是西夏时期的金碗 哇塞 好精美哦 真的是 这边还有呢 这个也是金碗 都是1038年的 西夏时期的 哇 这么大的金碗 这么大的银钉 之前我在西夏博物馆 看到那个是复制品嘛 这个可是真的 继续往这边参观 这是什么年代的 元代 我来看一下啊 西夏 哦 1038年的 西夏时期的大碗 这些酒壶非常有年代感 我们在电视剧上面都 见到的比较多 都是西夏时期的 同学们放暑假了 带他们来看博物馆 这边看到的画面非常的精美啊 这个博物馆绝对是国家一级的博物馆 好经典 再看看这边 这是他们的琵琶 哦 很精致啊 五弦琵琶 我知道了 因为这边靠近沙漠了嘛 再往敦华那边走就要骑骆驼啊 这个叫唐三彩 726年唐朝的 这边是骆驼 这个好像是鼓琴 哎 我猜的没错 但它是纺制品 这边是吃着饭 然后在跳舞表演啊 这边 哦 这个很多腰鼓 这个叫塔腊鼓 不得 搭腊鼓 这个鼓 反正我们在电视上见过啊 这个琵琶 我知道了 这个是花瓣 胡琴 电视上见过 这个是三彩 嗯 电视上 纪录片上都见过 这个是葫芦琴 哦 这么小呢 这个是 这个字我不认识啊 朋友们 这是什么字 看不出来啊 厉害 小朋友在歌在我 走 我们继续往这边参观啊 这边很多都是木雕 这边有导游在解说呢 这边讲的是慕容家族 我们看过了个天龙八步都知道吧 就是应该和那个 有关的 继续往前 边走边看 这边有一栋楼啊 你看一下这个楼 如果是在古时候真的存在的话 那得多么精致啊 这边空间感非常的大 我们就参观浏览一下啊 哦 马他飞燕 马他飞燕 这边是复制品 真正的原件是在甘肃省博物馆 这里有好多的马 天下第一马 朋友们 这就是天下第一马 马他飞燕 哇 精致吧 马他飞燕 也是我国的旅游城市的这个标志啊 当然这个好像是复制品 复制品做的肯定没有原件好 虽然是复制品 但是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 因为原件和这个长的基本上一样的 当然原件做工肯定比这个还要好 是东汉25到220年 1969年在雷台汉墓出土 就是我昨天拍的那个雷台景区 这边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神鸟 哦 原来神鸟在这呢 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神鸟是彩绘木头的 是汉代公元2022年 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致啊 这边是竹简 我知道了 这边是铜制品 哦 这些是酒杯 酒杯 这是香炉 嗯 一看就是香炉 好多人 导游带着小朋友们过来参观了 这个叫青铜富 像一个巨大的脚杯 看不到人太多了 这边看到的是动画 天马故乡 天马故乡 河西都会 非常好看的导游小姐姐 从博物馆里面出来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绝对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特别的好 我刚才只是看了一个一楼上面一个二楼 二楼有天地山的石窟的展览 应该就是和龙门石窟啊 还有就是东黄的那些石窟佛像之类的一些展览 因为我来博物馆之前已经上午跑了四个地方了 所以说推脚已经完全都不听使唤了 实在是跑不动了 哎呀 非常好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